現菜的營養豐富 搭配何種食材可以 閒緩孕婦食慾不振 促進消化 A 大蒜 B 山楂 B 最多答 確定 答 掉了 哎喲 山楂會同樣的平滑劑收縮 會讓平滑劑收縮 今天下午六點 晚上十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會幫你搓澡這樣 然後因為在韓國 你就是會喝一些燒酒 對 你要說有阿嬤會幫你搓澡 對 阿豬媽會幫你搓澡 父母已婚已婿 它那個叫做 Demiri 它是一種就是 如果是用日文叫叫 Akasri 就是我們的 那個上海浴池的烤鮮 幫你刷狗 去狗 對 我刷狗去狗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有另外一種講法叫做 濕式按摩 就我們想說濕式按摩 它就是在水池旁邊 你就聽到阿嬤都穿內衣 然後你就躺在那邊 光溜溜的 然後它就戴手套 然後用那個肥皂 幫你這樣搓一搓 以後這樣 推 然後你會發現說 明明我洗澡很乾淨 可是它就給 推出很厚很厚的那個 我就想說 我生了 我有洗澡 我每天都有洗澡 因為 就我那天 就是我們去吃東西 在韓國吃東西 他們都會喝燒酒 所以我喝了燒酒才去 我就整個在那個 搓澡的那個台子上面睡著 對 然後阿嬤還自動幫我翻身 這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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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從頭搓完之後 還拍拍我 一直拍我 拍我屁股這樣 一直跟我說 好了 可以起來了 然後我就去 沖一沖之後 就去泡澡 然後泡完之後 那個皮膚就像 那個剝了蛋殼的 那個蛋白 哇 超滑嫩 它要幫你洗頭嗎 對不對 最後一道也幫你洗頭吧 其實我忘了 還沒有幫我洗頭 對啊 對 因為剛剛最小的 對按摩 最後還幫你洗頭 好像沒有洗頭 所以那個連男生去 因為我記得我也是去 一個地方 然後是在內地的一個飯店 然後去洗澡 就有一個男生幫我搓背 然後我覺得 上海運 上海 對 我想說 怎麼會有個男生幫我搓背 上海都有 他都會幫你搓 那男生 而且男生搓得很仔細 現在幫你每個 身上每個地方都洗得很乾淨 你都覺得 他就放在內地 這輩子沒有洗頭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我以前不知道 還有什麼 漢真木這種東西 我就很羨慕上海運 可以去上海運男生 因為上海運好像只有男生可以去 他們搓 他們搓是聽說是連這樣 對 我搓得很乾淨 我想說我是大體嗎 又整個這樣 衝死 然後他們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可以自己來啊 可是上海運是有毛巾搓嘛 那那個漢真木手套 那個銀絨手套 銀絨手套這樣搓 對 有一種粗粗的手套 很多人去買那個當作紀念品 對 買好幾個回家 買回來那個搓其實還蠻用力的 可是我搓最用力的是在土耳其 哦 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玉它是拿那個滑石 就火山灰噴出來那個滑石 九頭 你知道來磨腳皮那種 拿那個來搓澡 而且那次的全身都是紅的 對 因為我記得那次我去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從來沒有試過土耳其玉 後來我就到時候覺得很開心 哦 土耳其玉 然後我就一看到 欸 這個標準的20塊美金 standard的 然後豪華的25 那你會選哪一個 25 25豪華只有5塊錢而已 對 還5塊而已 就一進去之後 然後我們就躺 就一看躺著都好興奮 突然我就覺得那接下來要幹什麼 結果發現有一個標型大漢走過來 就拿一塊那個石頭 我說你要砸我的頭 還是幹嘛 然後抓了一開始 然後開始拿那個人開始這樣 那種真的痛你知道嗎 但它不會見血 是最厲害的地方 不會見血 那還是很痛啊 很痛啊 根本就這樣寫 講說我是 我是常常真的 台灣人不能出聲音 就是咬牙切齒 然後再翻身再繼續刷 前面也要刷 要刷的 就背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拿那個 很熱的那個肥皂水 再啪啊 衝到前面 還要洗廁所一樣 然後再刷一次 再刷一次 然後刷很仔細之後 用熱水沖 好痛喔 對 那你大概三魂七魄都散了 不是 這根本就是酷型 對啊 你抓不著 你抓不著 然後和你水這樣坑 對 對 對 然後等到你說好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結束 我在走掉 他就抓住我 我想說你想要幹什麼 然後豪華的 兩次 哈哈哈哈 你抓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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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說運了 我在這邊是在一起 而且男生那個也比較 女生群應該真的會 對啊 可是女生可以洗土耳其運嗎 其實有 可是因為有一些傳統的浴場 在裡面服務的還是男士 所以你要是去說害羞 你知道因為男生幫你戳澡 你會尷尬 那後來現在有新的 就是有女性 就是有一些大省 來幫你刷 可是我不知道 我沒有在裡面 就聽說現在有女性的 女性可以的 可是現在觀光客就很貴 現在有八十塊 長好多 其實我跟你講二十塊都是貴的 我那個都算被騙了 對啊 因為其實真正確話 大概台幣 應該在美金 大概五塊到七塊 正常的推行 那我想問芬蘭玉呢 芬蘭玉有戳嗎 芬蘭玉沒有戳 芬蘭玉是自己打 芬蘭玉是就是蒸汽浴嘛對不對 蒸汽嘛 讓你進去 然後拿那個白羊樹的樹枝 互相拍打 是打鬼的意思吧 沒有沒有 它是他們就可以幫助血液循環 然後他們認為在白羊樹枝裡面 他們認為有一些藥效 然後等到你全是打得紅紅的 也泡得熱熱的時候 然後它外面就冰天雪地 是糊嘛 因為芬蘭這個地方 FIN這糊的意思 它就挑糊的 噱噱冷卻 尤其是他們最常冰天雪地的時候 然後再回來再繼續打 然後熱冷回去 全部都是酷刑 比較舒服一點 不舒服 這已經這樣子 那最主要是 因為芬蘭玉其實是 因為芬蘭人他們很喜歡 所以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兩家聯誼 一起去洗芬蘭玉 他們是兩家的人 全部都那種羅層相見 你知道嗎 我家我家我家 而且你知道 我們大家感覺到很熟 我跟你說我跟妳去聯誼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全身透光光 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好害羞喔 對 很害羞 可是他們的生活 真的就是這樣子 對啊 那哲星哥幫我們介紹 是不是還有可以喝的 可以喝的 那可以喝的 大家知道就是那個 卡羅維法利捷克嘛 捷克大家都去過 那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在大概在500年前的時候 那當時的那個查理大帝 他到這個地方打獵 結果打獵他打到一隻鹿 結果沒有抓到他 結果那個鹿就跑走了 結果跑走的時候 他跑到那個 那個算泥繞裡面 就是一個溫泉池 結果他就在裡面泡一泡 欸 腳傷就好了 結果他覺得就是跟日本一樣 好多成縮 對對對 然後就可以療傷 後來開始有人進來 結果後來到了17世紀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 因為他泉水的溫度 從78度到24度中間都有 然後不同的水溫 他可以治療身體不同的 病痛 例如說消化器官的啦 血液循環的啦 口腔不夠衛生的啦都有 所以他就這樣 那所以你看他這個杯子 這杯子其實很可愛 這杯子一個大概100塊台幣左右 100到300塊之間 最主要是你注意看 這麼一個把手 這個把手 這個把手就是念水很燙 如果你直接喝 救口的話會燙傷 他經過這個吸管 吸進去的時候 降溫 所以不管你的溫度有多高 你只要經過那個 那個罐子的時候 溫度就降下來了 那在卡拉貝巴里 這個地方就很多人 就買這個溫泉杯 你去的時候一定 然後這個地方是因為老人家 他老人家超級多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場的去 就是我們 我們可能是這條街最年輕的人 大家去都是這條街最年輕的人 他們歐洲養老 又是德國人 很愛來這個地方 他們從德國 德勒斯登什麼 開車 一個小時半就到了 那麼近 對 很近 然後有一部電影叫 終極假期 黃河法帝馬演 他就來這邊度假 他住了一個普普大飯店 所以就是 通常就是 腸胃有毛病的 住這邊很多 他以前他有溫泉 他有溫泉的那種 醫院 例如說 他們的溫泉醫院怎麼樣 例如說 你去看醫生 那一般的藥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開藥方 可以說你來卡拉貝巴里的溫泉醫院 他會針對你的病的 還有身體情況 例如說好 你只有一天 你要泡三次冷水 然後還要用水療 用水沖的 或者是還要水面 用一點點電流 電流 然後例如說 你要配高溫的 或是淋浴 各式各樣的 他會排滿滿的 所以你一整天都在水裡面 到最後你還要吃溫泉餐 所以溫泉餐好像是說 不像我們去觀光地方吃的那種餐 不是 是一塊餅 然後喝這種溫泉水 就是溫泉餐意思是 你要喝這個水的意思 而且不同的溫度 例如說80度的你要喝兩杯 然後60度的你要喝幾杯這樣子 所以那下期還滿痛苦的 而且一個溫泉三個月 啊 太久了吧 所以我們沒病的人 去喝也可以就對了 可以 對 因為它最主要是健胃整腸 跟它保養 所以立芳姐 關於這種溫泉可以類似致病的 是不是有一個什麼叫 隧道 對 這是什麼 天然三溫暖 一小時瘦兩公斤 這個地方真的很神奇 一次進去喔 一個小時 流汗差不多流兩公升 哇 那我要去 對啦 我要去 對啦 對啦 我要去 感覺是很多 三公升 我去進去中心 你出來林志玲會跑 我會跑 你太好笑了吧 啊 啊 啊